哈囉大家好 我是昆秋爸 今天很高興有一個 特斯拉Mado X的車主 要來分享他的愛車 那這一台車是在特斯拉裡面算是 比較大型的休旅車 那這個車主也蠻特別的 他是一個年輕的企業家繫衣喔 就是一般你們在市面上有看到的 在超商裡面會有那個 共享的行動電源 等一下會來分享他的愛車使用心得 他的這個行動電源的共享的相關連結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 觀眾朋友如果想要了解 有興趣的可以去那邊了解看看 那廢話就不多說了 我們正片開始 我叫Stanley Stanley 對Stanley 很高興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台Mado X 你說這一台是 你開三年了嗎 對 當時在買的時候 你有別的口袋名單嗎 因為我那時候算剛回來台灣半年 我在看車的時候我只看電動車 因為我在做的事業比較偏向於是 共享平台經濟的 然後是算循環經濟的一些型的 所以我覺得說 在未來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之下 希望能夠在我們平常日常使用的物品當中 就也使用了相對環保的一個能源 所以我看電動車 相對我們也是做科技類型的 我們比較喜歡 相對品牌比較新穎跟比較酷一點 所以我還是去看特斯拉 可是那時候剛好只有房車跟修理車 這兩個選項就S跟X 我是先下訂才試乘 這比較特別 因為那時候其實有點被特斯拉拐到 因為那時候他們就講說 9月18號之後 沒有下訂以後就沒有終身超充啦 後來其實還是都有啊 去年然後7、8月 就開始要收超充費了 Model X跟X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下訂之後 都需要去做收費的部分 哦 所以如果每個超充差很多呢 對我們來講 那當然是一個誘因嘛 對 那其實充電的費用並不那麼高 你想比油費來說好了 大概是一般油資的三分之一不到價格 所以整體上面還是便宜的 開電動車這三年下來來說 我覺得蠻省錢的 其他的油車是完全連考慮都沒考慮就對了 呃 因為我上一台是開凱宴 我覺得說因為我去開大車相對比較習慣嘛 對 真的來說就是沒有那麼想要去開油車 因為一直加油其實很煩 煩死了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新動車又是一個新的趨勢 然後想嘗試看看這樣子 好你已經決定要電動車了 那 那時候你應該會有考慮到 充電裝的問題啊 一開始想說 我家裡是住別墅嘛 所以一定是可以裝 對然後我自己是可以裝的 請他們來評估過後 基本上 只要是社區也都是能裝 其實對我來講一開始 真的沒有去考慮到充電的問題耶 因為我覺得 超充速度算相對來說不算慢啦 其實超充也是 我也相信它會越來越發達 那時候在買車就看國外的 設置的狀態嘛 所以我覺得它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那你像你後來你就買這一台 那這一台 使用到現在啊 你覺得它優點大概有哪些啊 就是它的駕速真的相對比較快嘛 因為比較不像一般的油車 就需要去做暖車 直接輸出是用電去供應的 所以整體上面來說超車也好 或者說變換車道上面 對 會比較有優勢 整體的駕駛程度 會讓你疲勞感降低很多 因為傳統油車 我們在長途駕駛的時候 會常常比較專注在開 像你現在一般的車有ACC 就已經比較輕鬆了 是 那特斯拉又比較特別 它已經到了Level 2的等級了 再來就是常常會有所謂的 塞車問題 那特斯拉其實它是有 就是跟車系統 那即便前面的車停一下 再開它也會直接往上衝 它特斯拉 它是不管我們前面停幾秒 或一分鐘 都不管 前面走它就跟著走 像我們現在這樣停紅綠燈 只要前車一驅動 我們的車也會跟著走 那這方面來說 就其實你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裡面稍作休息一下 對 這比較輕鬆 對啊 像我們現在沒有踩 它也是直接就會跟著走 就跟著走 對啊 然後還有一點我覺得蠻重要的 對 比較不容易超速 應該是這樣講吧 就是說 我用進速的方式 它就跟著前面的車 所以前面沒差速 你基本上不會超速 對 即便你的速限設置到 超過道路限制 它也不會一直往前衝 那這個後來的話 就不會想說 啊 我趕快到達目的 想趕快休息 所以我們踩得比較快 對 開電動車之後 就會慢慢說 反正它就會到 那你也不會那麼Lag 對 像我之前在使用ACC 在高速公路 就很輕鬆了 至少腳會比較輕鬆 是 那你特斯拉一定是讓你更輕鬆 對 因為整體上 你其實可以用手去開車 它的自動駕駛來說 速度比較靈敏 然後同時做得也比較好 就是你便道 它可以自動去做便道 對 根據你的 抵達的目的地 在哪個交流口要下 它會直接 切到最外車車到下車 對 甚至會做到 慢速車的超車 我剛剛有一點還有一個就是 音音你們很炫啊 對 你只要開了 有那個 都會回頭吸睛 比較蠻容易受到 入耳關注 我覺得整體上面很安靜 就是開車的時候 你比較不容易吵到 因為有時候我們 比較晚回來的時候 在馬路上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有 引擎的噪音嘛 因為剛才你有講到啦 因為你的那個 工作的關係 其實我在做 共享行動電源的租賃 所以其實我是希望 我們過去用了很多 豐富的自然自用 換取了經濟的發展 對 但我們現在 拿再多的錢 都換不回過去的環境 那相對來說 我們又在 國外做得相對比較成功 我們帶回台灣來的時候 希望能夠一起 保護台灣的環境 所以才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從我們的 日常使用的物品 開始去做選擇 有能力的情況之下 當然希望能夠選擇 對環境好的 鼓勵回收 然後做移駐代購的方式 再來台灣來說 我怕行動電源的服務 帶來台灣 我們名稱叫 Charge Sport 整體上面來講 我們以雙北地區為出發的點 同時去開始往更多的 像高雄啊 桃園啊 這塊做區域的擴散 因為我們希望 能夠讓民眾出門在外 都不用再擔心 手機沒電的問題 像你們現在做的這個 有優勢大概有哪些啊 因為現在行動電源 其實也 大家也都有行動電源 是 那你覺得你們的優勢是在哪裡 我覺得最主要的地方就是 我們其實有A點界B點環的 這個很便利的方式 讓大家不用去因為要充電 而攜帶一個充電器 而線材 因為我們每一個充電器 本身就富含三種線材 所以它可以很方便的做A點珠 B點環 然後也可以為市面上幾乎 95%以上的電器進行充電 包含到電子煙啊 電話啊 電腦啊 平板 它連電腦都可以充 我們的電腦是可以連電腦都可以充 我們有Type-C的這個出口 所以整體上面來說 這個方式又讓民眾覺得 那其實我沒電也不用再擔心 我也不用帶那麼多的包包 喂 手機沒電了 但我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我有Charge Spot 打開手機APP 過條街 就可以充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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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覺得電腦之後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尤其在Model X上面 它的置物空間超級大 超級大 大到一個程度就是 我是有打告舞球的人 對 我曾經可以在這個車上放 5組告舞球球具 5組喔 對 然後還可以放U帶 然後因為它前後都有 單獨的車子 我想可以做置物 對 所以整體上面來說 它真的是可以塞到一個很誇張的地步 所以開這台車有時候它會變成是我的移動的夾 因為我什麼鞋子啊西裝 我可能都會放在車上 我在露營的朋友也很推薦 對 開特斯拉的車 因為特斯拉有燒兵模式 然後也有露營模式 對 那其實在車內的部分來講 其實它還蠻舒適的 我可以平躺 超過220公分 這個都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優勢就是 可以陪伴生活的車子 對 不管是你要出門購物啊 或是有小孩啊 或是你要露營啊 它都能夠滿足 你開了這兩三年來 你有沒有覺得它有哪些 你比較不滿意的地方 第一個大家會在意一點 會關注的還是在於電量 因為其實我買的那個版本 是75D 在2018年的時候 相對來說整個滿載電力 大概是320公里 對 那其實電池一定會有衰退的問題 對 那我們現在充到滿 其實大概都 280 其實里程數我覺得都是在一個 可以讓你安心使用兩三天的情況 對 算是缺點的部分是 因為對我們來說 這就是一台大型的iPhone 它不斷軟體在更新 對 那我們覺得為什麼充電效率沒有被更新 因為我們常常在看到一點 像Model 3啊什麼東西出來之後 他們可以用15分鐘充200公里 那我們要充到200公里 至少要等40分鐘以上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 因為它本身比較高 然後也比較胖 所以它有很多停車位啊 或是很多在過彎的時候 其實它的操作感會讓乘客 會比較沒有那麼舒適 這個也算是比較主觀啦 有的人覺得它操控還不錯 因為它電池的底盤比較低 是 那因為你上一台是導師傑的凱葉 對 那操控一定會比這台更好 像你現在在過彎 你的過彎覺得 就比我的XC60好很多啦 對 你的算還不錯 因為重心真的很低 我感覺不會很搖晃 哦 對 不過你這個應該有 自動停車 對 那我覺得自動停車 也是我覺得它小缺點的地方 它比較不精準 我不知道是不是前幾代的問題 就是它停到一半 它會自動 適應你停好 跟你車個人一般的外面 你真的要講它缺點的部分 整體上面Model X的問題 就大概也是它的充電效率 如果能夠被提升 那我認為它真的是 非常滿意的車 非常滿意 那像你這樣開下來兩三年啦 有沒有什麼 像我們組裝品池的 那車室裡面的異音啊 這個其實也是常常被人家詬病的地方 會有嗎 會有 因為我覺得包含到這過程當中 我也陪有幾個朋友 勸敗他們 甚至是去導購嘛 那我們也發現一些做工的地方 並沒有那麼的完美 但其實我覺得 因為本身來講 它算是一個相對比較 輕盈的車廠嘛 那我覺得在不影響 行車安全的情況之下 它都會去願意讓你去做修理啊 或汰換 那當然會影響一些人的 駕車心情 畢竟我花那麼多錢買一台新車 照我眼睛覺得 這就是一個過程嘛 我們經營 或是我們陪伴每一個品牌的成長 它都有它需要去調整的地方 我們也享受它吸引的功能 我覺得這段來說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相對來說 它的優點 真的是大過於這些缺點 好那我們就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真心推薦的時刻 好就是現在啊 假設說你的家人朋友 包含觀眾朋友 如果他們現在有在看車 休旅車 不一定是電車啦 那它油車跟電車都有考慮的話 你會推薦它Model X嗎 說一個真心話 就是最近剛好有上個月嘛 立法院也一讀通過 所有的社區都可以去開始裝 對對對 那這件事情我會覺得 大家真的可以去嘗試 充電裝的問題 對 那我覺得即便你不要去直接購買 你可以去試乘看看 因為我覺得它的駕駛體驗 絕對會讓你覺得說 哇這是一台很棒的 尤其你走高速公路 你走一些省道 它的功能可以完全開發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它真的是一個值得期待的車 對 然後再來是 因為最近也在降價嘛 就是 跟我們那時候相比 其實降真的不少了 對 那時候就有在抗議嘛 他都跑去那邊抗議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過程 就是讓更多人可以加入電動車這個行列 那也會幫忙整個產業上的發展 因為畢竟所有產業發展需要消費者的支持嘛 對 那我覺得大家如果可以在接受範圍之內 其實可以嘗試 因為像我這台車是六人座沒有中導 對 那這個情況之下就是小孩進出或是長輩進出 都是非常方便 對 因為它可以直接站起來 然後直接走下去 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是Model X的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整個人在車內的直立 你家裡如果停車空間相對比較大的 是可以買Model X的 應該是 那我這樣問好了 嗯 一樣是休旅車 因為現在我們休旅車的電車 台灣現在有選擇性也比較多了 是 有Audi 然後賓士的也有 對 那像這樣子 你會覺得這幾台有什麼不同嗎 我必須講的 我沒有那麼多去研究其他長的車 也跟其他買過其他長牌的車主聊過天 對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地方就是 就特斯亞車裡面沒有那麼豪華的內觀啊 對 可是就像我剛才提到 它就像是一台大型的iPhone 對 它的所有軟體上面不會跟你說 我三年一小改 五年一大改 然後再跟你收錢 那其實所有東西就是 一直不斷的去透過雲端更新 那這件事情其實非常的 很佛心啊 因為其實所有功能它就是不斷的在開發 你買了等於是 就是一台iPhone 一直不斷的更新 然後這一點來說 你很多功能就可以 找車主玩車主都可以去享用得到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對 就是我為什麼覺得支持它的地方 就是 它不像傳統的車廠裡面 什麼東西的維修費用就拉一大堆啊 然後 像我之前開保持節 每次進場就是 萬把快起掉 像特斯亞我開了三年 我沒有花過任何一塊錢在保養上面 所以這個也是它的優點啊 它的優點 它只要加雨沙水 基本上 然後再看一下輪軸有沒有跑位 對 這個就是它的優點 基本上我覺得這就是特斯拉它的強項之一 那其他車廠他們怎麼去做 都不知道 對我還不知道 所以那我應該這樣問好了 就是車價降價的這個問題 特斯拉的車主啊 會不會有想到或擔心 就是你們的中古車價會有影響 嗯 就像在我剛才所講的 就是說 這就是他們發展的過程 那我自己也去回頭看了一下車價 對 車價還蠻保值的 可是說你對那種 可能有買到五百萬以上的 對當時啊 那就是有一個折價的地方 那無庸置疑 那我也是一樣 對 但是整體上面來說 像我現在賣 跟我兩年後賣 基本上我認為車價是不太會改變 對 有一些現在是賣二手的 它基本上快跟原價 一模一樣 二手車市場沒有太多特斯拉可以賣 對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 就是在好的車其實都會 蠻多流通在市面上的 對 那可能是因為駕駛的操作啊 等等之類的 可是在特斯拉上面來說 它真的算是 流存率蠻高的車種 應該是說它流通率算還蠻快的啦 如果在中古車市場 對 有時候在社團自己 通通一下就賣掉了 好 謝謝 不會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們謝謝那個Stanley 好 那就這樣 那我們就跟觀眾說掰掰囉 好 掰掰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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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